张小斐接受采访的一番话,还是暴露了贾玲的失落。 12月31日,张小斐获得影后第一次接受采访。 当被问到贾玲没得奖会不会失落时,张小斐的回答虽然委婉,但却很诚实,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,更何况之前贾玲都已经提名了,任谁都会对得奖是有所期盼的。 这种有点失落的心情很真实也很正常,换做任何一个人,未必能比贾玲表现得更好。 而且,贾玲能够用自己的电影成就出一名影后,谁能说,这不是贾玲的高光时刻。 12月31日,周深一段彩排视频曝光,他在台上出球后,嘴里反复念叨,太干大了,让人意外的是,台下突然传出一个声音,试图安慰周深。 没想到,周深却完全不领情,台下想安慰周深的是导演,他接着周深的念叨说,不尴尬,不尴尬,没想到周深又调皮开怼,你不在这,你当然不尴尬了。 周深这么怼导演,台上的演员却没有一个人觉得惊奇。 看来,周深和导演的相爱相杀,大家都习以为常了,其实在排练现场,周深既敬业又很尊重人,歌词的播放没跟上,周深不好意思地说,老师,那个台词太慢了。 排练结束,周深几乎前后左右各居了一躬,以此感谢现场工作人员的努力和付出,可以期待一下今晚周深的精彩舞台了。 12月31日晚,杨子一席红色公主群出现在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上,很美,红色的公主群衬得她的皮肤雪白光亮,很仙女,那时的杨子不红,只是个转型期的童星。 多年来,杨子靠着自己的努力不断打磨演技,向观众呈现出一个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影视形象,生活上杨子也很自律,一胖体质的她,严格控制着饮食,硬是把自己弄成身材苗条的人。 在12月31日的跨年晚会上,杨子穿起竖腰的公主群,身材也很美,很修身,很惊艳。大家有被杨子惊艳到吗?